你不要九二共識 你不愛中華民國 你又不敢台獨 蔡英文總統請問你的兩岸政策是什麼 以我來看你什麼都不要 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兩千三百萬民眾到底何去何從 身為總統 你要很清楚告訴我們 你不能不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難道台灣人民你們沒有覺醒嗎 目前現在這個政府的領導 政府現在民進黨政府最重要的是兩大目標 一個反核一個台獨 那你現在這樣執政立法院你已經掌握絕對多數了 你現在不推動台獨 那你要等到什麼時候咧 莫非你完全是裝槍做事是假的嗎 你不要九二共識 你不愛中華民國 你又不敢台獨 請問兩千三百萬民眾 我們要去哪裡 身為總統要很負責任告訴我們 我很清楚像我個人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這是兩岸之間發展最重要的定海神針 蔡英文總統請問你的兩岸政策是什麼 以我來看你什麼都不要 然後你還要讓兩岸之間關係搞得很緊張 你這樣算負責任嗎 我再說一遍 兩岸發展 真的是我們生死存亡的大事 身為總統 你要很負責任告訴我 你要支持台獨 你就做 勇敢的做 你一直講 你現在已經有行政權跟立法權了 你勇敢的講出來 開始推動 你不敢 那你當然要愛中華民國 可是你不要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提出這個是一個很嚴肅的呼籲 請問 民進黨要帶我們去哪裡 大家要問民進黨 好嗎 謝謝